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荣耀归给神 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悔改 没有悔改 第五位天使打碗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果就黑暗了 人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仓 就亵渎天上的神 并不悔改 第二次又讲他们不悔改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柏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来的众网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这个等等 那弟兄姐妹他们要一起 在神的全能者的大日 聚集要战争 弟兄姐妹这次哈密基督律的战争 那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 弟兄姐妹罪的结果一定是审判 那罪要怎么解决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悔改 那弟兄姐妹不是悔改就可以了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 那记得 连救恩也是建立在神的公义上 那神已经在耶稣的身上追讨了我们的罪 所带来的那个结局 那耶稣已经替我们成就了 所以按照神的公义 他鞭子打在耶稣身上 就不能打在我的身上 因为我接受了耶稣替我做成的这件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 因为救恩不是建立在爱的慈爱上面 慈爱呢 人家说没关系就算了算了 但是弟兄姐妹感谢主 是建立在公义上 所以感谢神 耶稣呢 所以这个福音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价值 而且非常稳定 因为是建立在公义上 那感谢神 耶稣一次献上 就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更远 那弟兄姐妹 不悔改的结果 就是更多的灾难 就接二连三继续来 我们看见那时候的状况 他们就是不但不肯悔改 而且两次都说他们不肯悔改 而且他们还亵渎天上的神 天上的神 弟兄姐妹感谢主 所以人在神的面前 最好的路是什么呢 不是硬拗 不是怪罪别人 不是甩锅 不是甩锅 那最好的方法 就是谦卑的悔改 不要抓住别人也有错一点点 那我们就硬拗 就是他也有错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学这些人 我们要学谦卑在神的面前 大卫当先知 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罪人的时候 他没有起来很愤怒 他没有说我是王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 不是的 这个大卫 他就选择一条路 就是谦卑的认罪 结果呢 弟兄姐妹 他在诗篇经理想说 忧伤痛违的心 你必不轻堪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感谢主 神与谦卑的人相近 与骄傲的人为敌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第八节 他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 上帝赐福给我们 主给每一个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就在主的面前 不断的带着一个谦卑 受教的心 领受上帝今天的恩高 主与你同在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